那麼呢 我們關於inheritance 最後來介紹幾個這個相關的觀念 第一個是所謂的cascade inheritance 它的意思是說呢 我身為一個child 我可以繼承我的parent 那自然我也可以有child來繼承我自己 對吧 所以我們可能有祖父 父親 和這個兒子 或者是孫子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關係 這樣子一路的階層下去 所以比如說呢 我今天如果我想要create一個class 叫做two-dimensional的non-negative vectors 也就是說所有二維空間上面 在第一掛線裡 第一項線裡面的這個vectors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想啦 欸 這一個2D的non-negative的vector 它就是一個2D的vector 對吧 又是一個special case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再做一次inheritance 像這樣 myvector2D is a myvector 所以就繼承 non-negative的myvector2D 就再繼承myvector2D 然後你可能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要對它做什麼事情 就是constructor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嘛 其他的東西就拿來用就好了 所以例子上來看的話可能會像這樣 我今天要define non-negative myvector2D的話 我們就去繼承myvector2D 然後呢 我今天可能就會有一些constructor 然後呢我可能會define 或者是override的一個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non-negative的myvector2D 他今天在這裡 他就會去做任何事情嗎 不需要 因為呢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就會去呼叫 他的parent 也就是myvector2D的default constructor 那myvector2D的default constructor 會再回去呼叫myvector的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呢結果來說 就是n會被射成2 n會被射成2 n會被射成2 m會被射成nopinter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就是他的parent跟grandparent 在做的事情啦 那麼今天呢 如果是傳入一個m 來做這個non-negative的myvector2D的話 那我們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一樣你要先new東西出來 然後接著你在這裡 要去看一下情況 我們這裡的設定是 如果那個值是non-negative 就拿來用 不然的話呢 就把它調成0 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個值 去看他是不是non-negative 是就拿來用 不然就調成0 這樣子 那這個constructor後面 沒有指定要呼叫哪一個constructor 所以他也會去呼叫 這個myvector2D的default constructor 然後前面又呼叫myvector的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在開始做這一行之前 發生的事情是n變成2 m變成no-pointer 對吧 然後我們再把m去指向這個double2 然後再把後面的事情做完 所以這個是OK的 那最後我們override setValue 那這個overwritten overriding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傳兩個數字進來 我們不能擅自地使用我們的parent 傳給我們的setValue 因為我們的parentmyvector2D 傳給我們的setValue 是有可能會把value設成負的 但我們不要 所以今天有傳東西進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情況 然後呢我們就 如果是正的就拿來用 如果不是正的 那就這個把它調成0 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因為我們可能會用default constructor 做出物件來 所以我們可能要檢查一下 我們是不是已經new過空間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你看到這裡啊 或許也想到說 其實嚴格講起來 我們也不一定要這麼做 比如說我們在default constructor裡面 這裡這個default constructor 雖然我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包括myvector2D也是 雖然我們不知道value會是什麼 但我們肯定需要兩個位子 對吧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default constructor 其實就可以去new東西了 那這個東西要new在哪裡呢 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只是提出來跟大家提醒一下而已 好 所以今天建立一個 non-negative的myvector2D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要仔細地去看 我們呼叫這個 constructor嗎 還是那個 constructor呢 然後他們沒有specify parent的 constructor 他們就會去呼叫default constructor 那我們的對於這object建立的時候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有足夠的理解 我們才能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裡有另一個這個implementation 這個是那個我們給你一個m 這個array的那個版本 這個版本的constructor呢 我們也可以讓他先去呼叫myvector2D 然後把m傳進去的那個constructor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呢 這個constructor以及他的parent的constructor 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把m的空間開好 把m的值塞進去 然後我們再回來這裡調整 就是如果他是負的就把它這個revise掉 所以這個implementation呢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好還是那個好 就留給大家自行判斷啦 基本上就是有一點差但沒差多少 這樣 所以in general呢我們一個class 他會擁有 這個他的predecessor 包含parent grandparent 再往上所有人一路傳下來的 所有的protected跟public members 這樣 那當然constructor跟destructor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是private的不往下傳 但如果是protected跟public的東西呢 就往下傳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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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所以後面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啦 當一個object被建立的時候 我們呢會一系列的呼叫constructor 從最老的呼叫到自己 那麼呢今天每一個constructor都可以去specify 我往上一層的時候 我要呼叫哪一個constructor 那重點是只有一層 你不能指定說我要跳過我爸的constructor 去呼叫我爺爺的constructor的哪一個 這樣是不行的 你只能指定說我要呼叫我爸或是我媽的哪一個constructor 就這樣 那麼呢如果我們今天是destroy一個object的時候呢 destructor的這個invocation就反過來 從我們自己 先destroy我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是parent的然後是grandparent的 然後再往上 那這樣子呢就是cascade inheritance的基本這個做法啦 那我們剛剛反覆地提到這個protected的member啊 或者是這個private member啊 public member啊之類的 所以呢今天我們要講一下這個inheritance的visibility 我們今天在剛剛為止我們在做繼承的時候呢 我們都使用了public的繼承 那這個modifier是在講我們的inheritance的visibility 它跟我們之前的membervisibility是有一點關係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講一下這件事情 今天啊如果有人繼承了一些東西的話 他可以有一個option 就是他可以narrow down這些東西的visibility 如果我的parent把一個東西設成protected的 我願意的話我可以把它設成private 如果我的parent把一個東西設成private 那我呢不能把它設成public 依此類推 那如果我不想改變的話我可以維持原來的設定 或是我可以把它縮限 那你可能會問啦欸既然我可以縮限為什麼我不能擴張 那這個想想也是有一點道理的對吧 就是你爸留東西給你說 兒子啊這東西是傳家之寶啊 這個無論如何就是要一直傳下去 而且呢是protected的 你就說喔喔喔喔是是是 那你就拿到這個東西你就開始往下傳往下傳往下傳 那到了某一代呢他可能會選擇把它埋進土裡 跟他一起陪葬 就變成private的 那這個就ok 那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拿去分給全世界的人 那那個就違反這個所謂的傳家之寶的這個規定了 對吧 所以在語法的設定上呢就是說 最初一開始要把東西往下傳的那個人 他可以說 這東西比如說是protected的 所以在我們家族裡面可以流通 他這樣設了以後呢後面的人是不能把它公開的 但是他如果有一代的人想要把它變成private 不再往下傳就可以 那麼回到語法上來講為什麼是這樣規定的 假設可以open的話 可以把它變得更寬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有一個class 裡面呢有一些private member 是不給人家看的 然後呢我就說喔有這個class是吧 好我就寫定一個空的class 去繼承這個繼存在的class 繼承過來的時候呢我把東西的visibility變大 把所有private的東西都設成public 那這樣的話 data hiding就完全喪失它的功用了嘛 就是完全沒有data hiding和protection的存在 那oop也就不用搞了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只能縮小visibility 不能放寬visibility 所以in general呢我們一個member的visibility 好它depends上兩件事情 一個是parent設定的membervisibility 另一個就是我們繼承的方式 然後規則在這兒 我parent設的visibility 假設是public、private跟protected這三種 而我繼承的方式也有public、protected跟private這三種的話 那麼你可以看到 從parent的設定往右邊走 一開始如果parent設private 那就沒有救了 你不管怎麼繼承 出來的結果都會是private的 這個member一定還是private的 parent如果設成protected 那你child願意的話 你可以把modifier從public變成private 這個時候呢你就會得到一個private member 你可以把protected的member變成private member 而parent說是public的東西 如果你用protected的方式繼承的話 那它也會變成protected private就會變par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由左往右看的話 parent設定的visibility 只會變小 不會變大 這樣 那你由上往下看的話呢 public的意思 public方式的繼承 就是說 爸爸說什麼 真的就是什麼 protected方式的繼承呢 就是爸爸說 可以公開的東西 到我這一代 我要把它變成傳家之寶 private方式的繼承的話呢 就是不管你們給我什麼東西 我全部埋進圖裡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透過設定 member visibility ,你可以決定自己這一代 的 visibility 一定程度上也影響 後代的 visibility 因為設成private 就變不回來了 然後呢 你在繼承的時候 你可以決定 你要用public的方式繼承 還是protected方式繼承 以此類推 那麼這個東西啊 並不是很容易去體會到 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方式繼承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沒有概念的話 你就用public的方式繼承就好了 你真的要去用到protected或是private方式繼承 那一定是你在架構一個夠大的資訊系統 你已經有某種全盤的考量了以後 你才會這麼做 那我們課裡會給你一些例子 就是有些時候你確實會用到 nonpublic的繼承的 那遇到的時候再說吧 好 最後 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想 我們可能會想要做multiple inheritance 這什麼意思啊 就假設你有個朋友啊 他說 誒 2-dimensional的vector是vector non-negative的vector也是vector 那2-dimensional的non-negativevector 就可以是他們兩個的child啦 對吧 像這樣 我用myvector2d跟non-negativevector 都去繼承myvector 然後我這個non-negativevector2d 再去繼承他們兩個 同時得到他們兩邊給我的member 那這樣子的話 多重繼承 multiple inheritance有沒有搞頭 誒不能說沒有 因為c++是允許你做multiple inheritance的 但是呢 就連c++本身也建議你盡量不要用 那事實上呢 有一些其他的op的語言 比如說java或者是很多其他的 都不准你使用 或者是他自己也不用 multiple inheritance 為什麼呢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先想我們剛剛那個例子好了 我們剛剛例子長這樣 我有兩個parent去繼承我的grandparent 然後我再繼承東西過來 那我們不是有個參數叫做n嗎 我一個vector是有n的 所以我今天這裡也有n這裡也有n 那我同時繼承這兩個東西來的時候 那他不無可能在實作上會產生一些混淆 所以就是你從兩邊都繼承東西來 但東西其實都是從parent來的 那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這是一個 那另外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 看一下 舉例來說啊 就算今天沒有發生任何的混淆 但是你要呼叫你那兩個parent的constructor 那是誰要先呼叫 就不知道 不知道對吧 那你也許可以定義 也許不行 但總是一些麻煩 再來 東西呢總是要存在記憶體裡面的 那我們平常沒事的時候 在一個object裡面 他的instance variables會這樣子被存 如果今天我去繼承我的parent的話 那就是先存我parent的東西 然後再存我的東西 那今天又來啦 如果我有兩個parent 那到底我這個implementation 是要把這個左parent還是右parent的東西寫在前面呢 不知道 所以這時候又很麻煩 那最後 如果我可以繼承我的parent 那我可不可以繼承from my sister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兩個分別繼承我的parent 那我理論上還可以再繼承我的sister 或者是brother 那這個就很詭異了對吧 或者是 那我能不能從我的這個grandmother這邊繼承 或者甚至是 這個人不用是我的grandmother 他是我的grandaunt 就是比如說就是我的什麼淑公啊之類的 那你這樣繼承來繼承去的事實上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呢我們這門課完全沒有要嘗試教你如何做多重繼承的這件事情 我們點到為止告訴你有這麼一回事 然後呢C++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有一些東西是多重繼承 但是我們也不想告訴你 所以呢就是 請你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就好了 但是你原則上應該不會用到 那最好也不要用到 那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存在就可以啦 那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存在就可以啦 我們現在進去O7 反轉 損